剛剛一開始提到日本的部分 因為日本這次自民黨的挫敗 其實是因為他的政治獻金問題 對不對 當時第一個被爆出來 就是他們的官房長官 其實相對於像立法 行政院的副院長等等 就要爆出說 他有一千萬日幣 沒有申報 橫跨五年 一年平均兩百萬四十萬台幣 因此而下台 所以日本看政治獻金 他到底有沒有城市申報 到底要到哪裡 怎麼花費 他是非常嚴正來看待 但相對我們臺灣 其實今天先不要講說 這些媒體揣測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也不喜歡說 每一周都有不同的 這個似乎是秘密 或者是這個調查的進度露出來 但事實有一些部分 是有驗證過的 對不對 包括柯文哲在USB裡面 一行一行制 記不記得當時說 省清清小省一五零零 民眾黨出來說 這個是時間 你不要誤會 柯文哲是因為有行程 跟人家有約 結果後來連監視器 畫面都出來說 他起來大同區 去拜訪里長 不會分身法術 突然之間 又跟省清清見面 又跟里長見面 那後來種種出來 一行一行出來 包括見了誰 對不起 包括收了誰的錢 包括謝國良 他的媽媽也承認了 對不對 一行一行證實說 這是金額 那這個金額很簡單 小省的一千五百萬 到底在監察院系統裡面 有沒有申報 沒有出現 不知道是不是萬 因為現在還不知道 但下面每一行都證實 是萬兩百萬三百萬 這個博弈的這個這個大亨等等 一筆一筆都證實了 所以確實這是萬 但這筆錢也沒有出現 在這個所謂的申報裡面 如果今天可以找到一千五百萬 小省是到哪裡 是進誰的口袋裡面 其實大家就很清楚嘛 所以都沒有出現 在監察院裡面 也沒有到民眾黨黨部裡面 那大家懷疑說這筆錢去哪裡 所以剛剛大佬提到政治現金 柯文哲收入很多 我跟你說現現金的現 或者捐獻的現 似乎都通用 因為確實這筆錢進到柯文哲 無論是他 無論是局勢 無論他周邊的人士之後 大家就不知道後續去哪裡 賴清德壓人取功很雙標 這個東西會讓大家直接聯想到 二零零八年 當時候的賴清德 他是什麼職務 他是立法院民進黨黨團的幹事長 針對陳水扁 按他怎麼說的 如果你有證據 你直接起訴 不可以壓人取功 這個是一個 我記得他原文為的忘記 反正最後的道德底線 同樣的一字一句不變 搬到今天 德賴總統 你在執政的民進黨 我們也是一樣的想法 如果你有證據 直接起訴 如果沒有 你也不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壓人取功 而且透過特定的媒體 整天在外面 大家講得好像煞有其事一樣 說真的 到底什麼才是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 上個禮拜在立法院的司法委員會 有一個節目 就是我們請法務部長來立法院 針對偵察不公開的事情 大家都是跑神隆隆的針對這個事情嘛 所以奇怪呢 為什麼特定的週刊就進週刊嘛 他為什麼消息不斷不斷的出來 原來老實講 原來我都是寧願相信法務部耶 可是後來發現不對啊 他講了一句話 他講說橘子 要這個通緝 他講這個話 兩天以後就真的通緝 你說週刊先講要通緝 結果真的通緝 真的通緝了 後來我對一下說 他一講幾天以後真的 他一講就真的 你就發現他講都是真的 好像很多是真的 所以大家都相信 所以他都去相信 然後就開始討論了 所以他等於是這樣子 我是這樣推論 就被檢調 特別是被檢 他等於把這個偵察的過程 都漏給特定的媒體 然後呢 他就丟出去 然後做一些文章 然後在一些的相關的政論節目 討論討論 就造成輿論的一個審判 就在那裡了 大家就說 哇這排榜 這排榜 然後一定怎麼樣 一定怎麼樣 就變成這樣子 好 回過來你注意看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如果按照老神審大老的一個講法的話 其實阿伯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可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 民眾當中民調 雙標他也是有這麼多人 是認為是雙標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你看他比例不是太好 但是是很貼切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說 外面這麼多的訊息這樣子 但是問題 那個直接的一招逼命 沒有啊 好